这个黑人少年出狱后 一跃成为只手遮天的独消大佬 邦会的生意也在他的带领下热尽抖金 不仅给母亲购买了豪宅 还在黑人街区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他们被一伙嘴巴长在鼻子下面的人给盯上了 几人掏出武器 上去就要抢了眼前这一车面粉 可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 来源正是大头和他的手下 早已形成规模的邦会自然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只要有人敢抢货车 埋伏在附近的枪手便会直接将其射杀 狠辣的手段也是米格成功上位的重要因素 这边逃出来的司机回到据点 将过程完完整整地说了一点 惹了这种硬茬子 他们的老大米勒非但不慌 反而还十分感兴趣 甚至从里面看到一丝丝的机遇 与此同时 大头也将此事告诉了米格 对方的举动很明显是想扩充地盘 虽然没损失什么 但他们敢惹到自己头上 米格就让这群怪娃子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吩咐下去 看来他这是想杀鸡静候 第二天 二黑收集到对方所有信息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米格立刻部署作战计划 今晚就将他们连灯拔起 可就在这时 黑胖进来告诉米格 那伙人的老大米勒过来拜访 众人有些诧异 米格却命令把他放进来 很快 头发长在头上的米勒走进房间 他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目的 米勒表示自己今后会从这里进火 还会交出那天抢劫未遂逃走的司机 听到这儿 米格也改变了想法 既然对方肯低下头过来认错 自己也没理由拒绝到嘴的费用 至于逃走的司机就不用他操心了 米格已经查到了他的住址 那个司机必死无疑 而他这么说则是有两层意思 一是告诉他如果你今天不来 那么和司机的下场是一样的 二是如果你敢帮那个司机 自己就会让他和他所有认识的人原地利分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还是愣头亲的米格 如今竟然成长到这般高度 送走了米勒 当天晚上 大头带着他的大头来到司机家 看到目标后毫不犹豫地抠肚扳机 得罪他们的人谁也别想活 然而就在第二天 舅舅来到酒吧开门 却发现里面已经是一片狼紧 那么究竟是谁敢在米格的地盘乱搞呢 舅妈将此事告诉了米格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爽 通过调查得知 动手的是在同一个街区开酒吧的黑姐 对此米格没有做任何回应 但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一切 第二天 黑姐就在家里领了喝饭 警方将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此时的米格还在跟新客户米勒进行交易 殊不知因为自己高调的形势作风 一场针对他的围剿计划即将开始 同样住在黑园街区的警员安德烈 不忍看到自己的家园如此混乱 于是向上级申请对自己所在的街区进行扫黑除了 与此同时 米格前来拜访之前合作的大佬白毛 请教他如何处理自己的马内 由于肤色的问题 他没法拿着大量小额钞票去银行存钱 那样警方会第一时间将他带回审问 白毛表示这是交给自己 临走时给他留下一个忠告 之后这句话也在他自己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天米格等人在据点查看城市地图 讨论下一步的地盘扩张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时 白毛突然登门拜访 原来他特意为米格存款的事情跑了一趟 表示自己要带他出去见见世面 但至少要存够一百万的马力 米格听到后若有所思 很快便跟着白毛来到那家银行的所在地 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带着米格去存款 而是告诉他在这里晚两天 因为跟自己在银行对接的人刚好出酒 米格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 当场便让白毛跟自己说实话 否则他现在就打道回府 无奈的白毛只能说出实情 原来他前段时间往国外运了一批军火 为了节省路费选择一条捷径 结果自己的人和货权都不知所踪 现在他已经没有钱去付供货商的尾款 为了保命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念在白毛对自己有之欲之恩 米格决定帮他一把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 就是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家里就出了大事 此时落成警方已经不说好一切 集结了大批警力准备对黑人街区展开扫荡 他们对当街都受得混混为追 还突袭了米格的面粉加工厂 抓了他大批手下 舅舅对他们的闯入勃然大怒 可警员就当没听见 还用破门锤大肆破坏屋里的家具 一系列的行为让他彻底爆发 可在众多警员的包围下 强壮的舅舅也吃了大亏 这时黑人警员安德烈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不法分子落网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冷漠的笑容 第二天 赶回来的米格得知此事 动用所有关系开始捞人 这次警方的大扫荡让他损失惨重 最让他愤怒的是面粉加工厂被警方查获 米格来到一个小弟面前 问他是不是给警方空风暴行了 小弟当场否认 还说肯定是你们自己搞砸的 听到这里米格气就不打一出来 上去哭吃就是一点跑 他要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又怎么会诬陷为自己干活的兄弟 不是他对兄弟心狠 如果今天不解决掉这个内鬼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毁于一半 米格这一手也是警告所有人 内鬼的代价谁都负担不起 随后舅妈告诉他 那个黑人警员安德烈盯上我们 这次的扫当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这时电话响起 原来是舅舅要出院了 一家人过去接他 当米格看到舅舅的惨状 气得脸都黑了 他发誓要让安德烈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安德烈的女儿就是他现任女友 面对这位准老丈人 米格又不能痛下杀手 他还得想一个两拳之策 很快他便找到了一个机会 这天安德烈和同事出来庆祝 意外结识了一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女子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好似上辈子就认识一样 然而他却不知道 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说话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醒来的安德烈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他看向床头的杯子 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 打开抽屉 这才发现自己的配枪和证件 统统都不见了 此时这位警员的内心独白 就是我想报警 这不妥妥的仙人跳吗 与此同时 昨晚那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女人 和舅妈抱在一起 拥抱过后便派人送他离开了这里 而安德烈丢失的配枪和证件 就摆在桌子上 几人看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就是米哥给准老丈人挖的坑 事情也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 安德烈因配枪和证件丢失 原因又难以启齿 上级对他进行了停止查看的处分 少了他的针对 米哥的生意再次回到正轨 很快特工比尔得知 他们窝点被捣毁的事情 找到米哥奉劝他低调一点 如果地方警局无法控制你们 到时便会有军队介入 真闹到那个地步 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 不过米哥依然坚信富贵险中求这句真理 此时的比尔才发现 这个黑人少年越来越难以掌控 而米哥为了做大做强 舍弃了所有街头生意 零售的利润虽然大旦销量却是有限 他将目光盯上落成各区老大 利用他们手里的资源帮自己丧活 做到一家独大的局面 第二天 米哥刚从家里出来 就碰到被停职查看的安德烈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然后便驾车离开了这里 安德烈一瞬间就想通了一切 自己就是被他给陷害了 他越想越起 脸都给气黑了 于是当晚便找到在警局的好搭档 回到家 他将钥匙挂在墙边 发现女儿还没有回来 于是躺在沙发上一边睡一边等 可当他一觉醒来 再次去卧室查看时 女儿还是没有回家 他从没有夜不归宿的习惯 安德烈意识到一丝不对 刚要去他的好闺蜜那里去找 又发现挂在墙边的车钥匙也不见了 跑出来一看 车子果然不见了踪影 一天之内事业家庭通通出了问题 这个男人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身为老警的他不得已选择了抱子 经过多方打听 有人看见他女儿凌晨两点多回来 但没过多久又开车出去 就在几人猜测小美能去哪里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来 同事接起来一听 原来是丢失的汽车找到了 可现场情况不算太好 他的爱车已经被拆了个稀巴烂 这时安德烈从车里捡起一块指甲 发现正是女儿小美刚做的美甲 便知道女儿的失踪肯定和黑道有关系 为了尽快确认女儿的安全 心急如焚的他只能低下头找到米哥 告诉他小美昨晚彻夜未归 随后将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 希望米哥能动用人脉帮他这个忙 米哥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只是眼神逐渐变得阴冷 所有人都知道小美是他女朋友 如今还有人敢忙活 虽然和准老丈人的关系视如水火 但这却和小美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他发誓不管对方是谁 都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立刻吩咐下去全程搜索 很快便由手下上报 今早看到大头的前女友 旺达和小美坐在一辆车上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找到旺达就能找到小美 而旺达后来一直跟米勒混在一起 这事米勒可能知情 可到了地方 米勒却表示为了避免和大头的矛盾 自己早就把旺达赶走了 但他很有可能在一个地方 说罢便带着米勒二人来到一处民宅 这里是另一个面粉售卖处 当走到门口 米勒就看到地上有一件衣服 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小美穿过的 于是立刻上前敲响房门 里面冲出一个耳朵长在两边的瓜娃子 告诉他在使劲敲一下试试 可当他看到对方来者不善时 瞬间就降低了声调 米勒问他有没有看到两个女人 米勒连忙进去查看 可经过一番搜索却毫无收获 这时米勒突然接到电话 那边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小美 不过女友的情况似乎不太妙 今天算这俩人走运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小美回来时父亲已经睡着 他偷偷拿了些私房钱想买些面粉 为了尽快回来 还特意驱走了父亲的车钥匙 然而他刚抵达目的地 一个女人突然钻进车内 此人正是旺达 听说小美要去搞点面粉 他立刻表示自己知道有个地方特别便宜 小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便启动车子离开了这里 而这一幕刚好被米勒的小弟看到 这边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民宅 旺达进去买货 小美在外面等待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发生了 两个嘴巴长在鼻子下面的男人突然出现 一把将小美拽出车外 得知小美刚刚的遭遇 她完全没放在心上 还安慰她这可能就是恶作剧 我们吃点东西 他们就把车送回来了 但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就当两人要离开时 旺达看上了她脖子上的项链 他拿着这条项链再次回来 想多换一点面粉 可这条具有纪念意义的项链 在小混混眼里一文不值 这时醒来的小美及时赶到 没过多久 米哥带着大头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手下告诉他们小美就在里面 走进去一看 小美正神志不清地躲在角落 她二话不说把女友拽进车内 一脚油门把她踹回父亲的怀抱 老父亲看到女儿平安终于放下了心 这一刻 米哥开始扪心自问 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很快她就释然了 她的梦想不会改变 任何美好的事物凋零 都只是自己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米哥通过多方调查 得知一直跟自己合作的比尔 在执行中情局的独立任务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合作根本不被国会认可 她也随时可能面临灭离之灾 于是便一直在暗中提防 可她却万万没想到 比尔的敌对派系下来一位女特工 她直接找到一直调查米哥的警员安德烈 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 同时表明我们是同一阵营的 目标就是消灭像米哥这样的大毒枭 她还说此人有上面保护 而我的任务就是还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随后留下一张字条便离开了这里 安德烈拿起桌子上的字条神魂矩阵 第二天 她根据纸条上提供的信息来到一处偏远民宅 确认屋里没人后 在后备箱拿出一把十米来长的铁钱 剪断网线解除了报警系统 然后再用它打碎门窗钻了进去 进来后一眼就看到一个三米来厚的钢门 她再次用钳子剪开门锁 打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屋子的钞票 很明显这就是米哥储存赃款的地方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证据 紧接着他在房间里开始搜索米哥的罪证 还有自己被偷走的配枪 可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怒气冲天的他开始疯狂发现 结果瞎打乱装让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里面正是米哥调查比尔的档案带 安德烈看到里面的内容彻底镇静了 自己拼了命的要消灭这些害虫 没想到培养这些害虫的近视中情局 气得他鼻子都要三观不正了 这一切已经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怪不得米哥连谋杀罪都能躲不去 这边米哥回到家 发现物理已是一片狼藉 他连忙冲向储藏室 看到自己的钞票一分没少 按道大事不妙 转身去找档案带 果不其然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与此同时 发现问题的比尔立即给米哥打句电话 比尔这才放下心 他让米哥先避避风头 等到安全了我会主动联系 挂断了电话 米哥终于理清了思路 既然档案带不是比尔偷的 根据现场来看 闯进来的人大肆破坏 明显夹杂着个人感情 此人应该是他女友的父亲安德烈 另一边 比尔第一时间回到基地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女客工作的 自己部署的一盘大气 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 与此同时 米哥闯进安德烈的家里 让他把桌子上的文件装进档案带 此时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件事如果泄露足以把天桶跟窟窿 不过碍于他是女友的父亲 米哥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可安德烈还是执迷不悟 并表示我明天会把此事进行上报 彻底撕下你们的伪装 看到他如此不失失误 米哥无奈只能痛下杀手 做掉了未来的老丈人 随后他将枪上的指纹擦掉 伪装成安德烈自尽的案发现场 从这一刻起 这个黑人少年的心彻底黑化 与此同时 自己的好兄弟大头因为前女友 一直在找米勒的麻烦 还试图抢夺他的地盘 吃了亏的米勒想找米哥要些补偿 降低货源的价格 米哥却告诉他 如果你想降价 就去别的地方买 还有千万别拿这些破石来威胁我 你敢动大头一根手指 我就灭你全家 面对米哥明目张胆的偏袋 米勒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回去后 他警告大头 如果你再跑去挑衅米勒 我就把你揍成大头 随着事业越发庞大 米哥的心态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边得知父亲死讯的小美悲痛欲绝 刚回到卧室却发现一个 只有他才知道的细节 那就是每次米哥进出这里 都不会去锁好门仓 想通了一切 他第一时间找到父亲的搭档黄蒙 将米哥杀害父亲的事情说了出来 想请他主持公道 这天晚上 米哥被一辆警车解体 来源正是安德烈的搭档黄蒙 他掏出手枪 让米哥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直接钻进车内 将米哥杀害他搭档的事情说了出来 米哥以为今天必死无疑 不料对方话锋一转 表示如果你能给我足够的好处 或许我会考虑饶你一命 就这样 米哥暂时解除了危机 殊不知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 黄蒙回来后告诉小美他父亲的事件结果 经过法医鉴定示威自尽 小美无法接受这个答复 看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时间很快来到葬礼当天 小美坐在角落里死死地盯着米哥 片刻之后直接冲出房间 米哥连忙追了上去 他还以为小美承受不住丧亲之痛 刚想上去安慰一下 结果下一秒 米哥暗道大事不妙 看来女友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拼了命地往处爬 自己的梦想还没实现 他可不想不明不白地 然而老天却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做完这一切 小美将手枪随意地丢在一边 留下奄奄一息的米哥在屋里静静等待死亡 难道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奄奄一息的他做了一个美貌 如果一切都重头再来 那么结局是不是会圆满一点 这个时候的凯文还没有死 兄弟三人还在路边打打闹闹 米哥也顺利地完成高中学业 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 教导主任还是和所有白人一样 因为一点错误就扣除了他所有奖学金 特工比尔则是中情局派来给他们讲课的老师 由于米哥的适应和学习能力出众 亲自上门告诉他 毕业之后中情局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这个时候的小美还没有被面粉毒害 两人也保持着那份纯真的感情 舅舅舅妈也有了自己的宝宝 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好兄弟大头也成家立业 和旺达结婚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虽然没钱 但日子却过得无忧无虑 然而这些美好的画面就如同泡沫一笔中 画面一转 身负重伤的米哥终于醒了过来 原来是父亲及时将他发现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但他昏迷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现在整个黑人街区群龙无首 各方势力纷纷出手蚕食他的地盘 曾经的合作伙伴也开始刀剑相向 一时间整个社区硝烟四起 来到有史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 米哥通过电视上的新闻了解现在的局势 由此可见 他的野心并没有被这次意外击垮 家人不理解他的想法 现在我们有的是钱 完全可以脱离这个圈子 开始崭新的生活 但米哥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他就这么走了 自己的梦想就会功亏一篑 他还没实现自己的商业帝国梦 拥有雄心壮志的米哥再次找到比尔 因为这次的动革 两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比尔看到他重新站了起来 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人 而米哥经历过生死之后 选择跟这位合作伙伴袒露心扉 他表示我知道你是中情局的人 也知道你在执行一个有关战争资助的秘密任务 我会全力协助你 但我不是你的仆人 作为代价 你也要帮我一个小忙 比尔自然不会拒绝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 米哥已经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了 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再次来临 至此第三季全部内容解说完毕 小伙伴们不要走开 第四季马上开更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原生